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澳门受洗时候的圣名Nucleus Gaspar 一关就是他的中文绰号 郑志荣是福建南岸人 1621年当他17岁的时候 因为家乡生活困难 奉父亲之命带着两个弟弟到澳门去投奔舅舅皇城 他在澳门学习和洋人做生意 为此学会了葡萄牙语 以及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并且目睹了荷兰和英国联军进攻澳门的失败 他还在澳门认识了李旦 1623年他跟着李旦的船来到日本的贫户 在这儿他娶了贫户凡氏 田川七左卫门17岁的女儿田川氏 不久怀孕 在1620年7月14号 在海边的大石头旁生下了郑生 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 在西方以国姓爷而闻名 郑成功出生的时候 郑志龙正奉李旦之命 协助荷兰人从澳湖迁往大园 郑志龙有语言天分 通晓闽南语 南京官话 日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而且可能还懂荷兰语 很特别的是 在明末编年史 明记北略一书当中 说他长相俊俏 在船上扮演男宠的角色 和海盗同伙李旦 刘香老 严世奇的关系特殊 其实在明末玩男宠 是很普遍 而且公开的行为 此外海盗船上没有女性 也成为男宠产生的环境 所以Johnny Depp在电影 《加勒比海盗》中 娘娘腔的表演 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 1625年5月 郑志龙离开荷兰人 到王港投奔严世奇 8月已旦去世 9月严世奇病死 郑志龙接收了他们的势力 为什么郑志龙在1625年 运气这么好 我们无法确定 这是巧合 1628年 郑志龙被福建巡抚 雄文燦招安 带领舰队回到福建任职 海防游击 实际上仍是独立自主的势力 郑志龙在被招安之前的1627年 就击败了于大游的儿子 福建总兵于之岗率领了明军 并且斩杀同伙许新树 1630年 廖罗外海战又击败了刘香老 以及李旦的儿子李国柱 与荷兰的联军 排除了各方竞争的势力 建立正式海商集团 当时郑志龙是以发售保护令旗的方式来获利 只要买了保护令旗呢 保证不抢 如果没有买保护令旗呢 被抢的几率很高 所以来往东洋的各国商船呢 都只能乖乖的交保护费 对于郑志龙来说 这样比到海上抢劫 成本低 效率高 根据当时的记录 称 每一拨利路三千斤 税路千万计 这里的三千斤呢 应该是指银两而不是黄金 这样都已经足以让郑志龙富可敌国了 1639年日本锁国只准唐船与荷兰船进入 所谓唐船呢 绝大部分是郑志龙的船 其数量是荷兰船的七到十一倍 日本原来是荷兰东云都公司最主要的市场 现在被郑氏海商集团大幅超越到几乎快等于垄断 如果郑志龙有心仿效荷兰人的经营模式 他可以成立超越国家的华人版东印度公司 这也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商集团 可是郑志龙却在1646年12月投降了清朝 这让很多人不解 其实郑志龙详亲呢 有不得不的考虑 因为海上舰队要依赖陆地基地提供资源 当清军占领全大陆之后 失去母港的正式集团呢 可能被和英普喜各国联合满清一同剿灭 以划分他的地盘 所以郑志龙选择和满清合作 以对抗西方势力 但是他最大的失策是离开海洋上路当御工 这就如同鱼离开的水只能任人宰割 完全不懂海洋的满清呢 原来是想利用他当人职来要挟郑成功归顺 当郑成功不从的时候呢 就把郑志龙一家十一口 全部送往菜市口斩首 可惜了一个原来有可能建立 华人版东印度公司的奇才 郑志龙详亲之后呢 他的海上资源就被郑成功接收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请继续收看台湾海贼演义 谢谢 最后郑成功与河南东印度公司签订义和条约 请注意是和约而不是降约 因为郑军从来没有攻下过热兰浙城 只是河南人觉得继续坚守下去没有意义 也没有效益 所以主动交出以换取较优渥的义和条件 这才是海商的思维 最后河南人击鼓 明金 河腔 杨齐 光荣离开 我们的历史呢 虚解成河南人战败投降 这完全是大陆帝国的视角 而且是魏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